从今年的4月底开始 卫生局建制台北体重管理APP 目前吸引超过6万7千多人下载 透过APP程式里内建50项以上的运动资料 来帮助市民朋友计算卡路里成功控管体重 民众透过智慧型手机下载卫生局建制的台北体重管理APP 推出7个多月以来 吸引6万7千人次下载 合计有将近4千位使用者 减重达1公斤以上 总共减重了13.6公斤 我们这个软体在4月底上架以后 目前已经有6万7千人下载 那我们就初步统计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自行登载的体重的记录 我们有将近4千位的使用者 他的这段时间的减重 从4月到现在达1公斤以上 那总共减重了13617公斤 那这个数目当然不是顶重要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 他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的使用者 APP内建50项以上的运动资料 可以帮使用者计算运动消耗的卡路里 更可以每天拍下三餐照片上传 申请营养健康资讯服务 还会有专业的营养师在线上提供 个别化的饮食形态与建议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一个资料的汇整 那我们也开发了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说开发了一个叫做照片上传的功能 让民众在饮食上方面就可以拍照以后上传 那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一个很强的一个后台服务的系统 利用体重管理APP 让民众把聪明吃快乐动天天量体重的健康行为 轻松登录 做好行动自我健康管理 成功甩掉肥胖 中家台北新闻李一如 财富部导